上一年的黑暴事件 如果在生活上跟上一年比較 真的是天和地 我們在大埔住 你知不知道連沙田也去不了 它封到你 因為上一年你說話 你見到人做一些犯法事 連到周圍都是的 或者破壞一些東西 或者打人的 你一出聲 可能你就遭殃 有些街坊還 可能見到你這樣貼牆不對 或者你這樣罵人不對 或者講自己的政見 你都被人打 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是要這樣嗎 你說句話都不敢說 而且有些朋友做飲食的 說幫你裝修 你知不知道 你的說話 你的行為態度 如果不適合他談 他就為你裝修 從出生至現在 我都未聽過 除了黑社會這樣做事之外 有甚麼人敢這樣做事 究竟有甚麼人可以這樣撐腰 其實大家都知道 美國人在後面 影響著我們 現在根本是各與各之間的博弈 你看伊拉克 你不聽話 我就滅了你 再另外一個 是的 烏克蘭這些 其實他們本身的霸權主義是厲害的 如果你說這些叫自由的 麻煩你們大家真的去這些自由了 我寧願 我立了國安法的地方 我的生活 安全全 做回我們自己真正的人 區議會 我看到之前說港獨的人 全部都收斂了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還有行為上面 亦都沒有那麼激進 公務員宣誓 我覺得區議員更加要宣誓 因為你做人公職工作 你為我們香港人的服務 你怎可以不效忠中國呢 我們是中國人 你難道效忠美國人來打我們中國人 不只是香港 每一個地方 你只要是政治平穩 你才人民才有快樂的生活